幸福好時光 今天請到了大家很期待的缺右上老師 你好 你好 善如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他的新書 全方位理財的第一堂課 這是先決出版社出版的 而且這本書既感性又理性 我其實覺得大家當然是想要學理財 但是我們也很喜歡聽故事 缺老師在這裡面還引了詩 情文並茂 好 我們先來講裡面的一個小故事好不好 我幫你唸出來 他剛剛問我說我貼了這麼多標籤 我到底要講什麼 其實我最怕來賓來考我 因為我有感的故事 跟別人有感的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我決定選一個簡單的故事開始 你說巴菲特有個小故事 有人對獸醫說可以幫幫我嗎 我的馬有時候走路很正常 有時候一拐一拐 獸醫回答說沒問題我可以幫你的忙 趁他走路正常的時候賣了 這什麼意思 他當然是在談論那個 當然這個可以各種不同解讀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 每一個行業經常有某一個 比如說房屋仲介不能告訴你的十個秘密 甚至醫療業不願意讓你知道的十個秘密 或者我們財經界 我們這種財經界首先要檢討 因為我們利益衝突也很多 這個不願意讓你知道的十件事情 因為他就是趁著這個你不知道的時候賣掉 所以查理蒙克就是巴菲特的最佳夥伴 他說這個東西你除非是結了婚 要不然你怎麼知道你女朋友這個腳是易支 他的意思就跟這個一樣 就是說財經界裡頭有很多東西 包括股票包括公司的特質 你看我們各行各業裡頭 我不要說什麼 我們就司法界也有不願意讓你知道的十件事情 有嗎 你總是會有看不到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裡頭 那怎麼去那個 那國外是非常注重叫接入 風險接入 那利益衝突是在各個行業裡頭嚴重 美國是知道 所以美國要他嚴重的就要你接入 在接入過程中你去防 那我常覺得最好的方式是 利用專家來處理專家 你要去對付專家 你有時候付的代價是很大的 所以他就半開玩笑就說 趁著人家不知道就把他賣了 那這個東西裡頭就知道 表示有很多東西就是 所以越簡單越清楚的 包括我們為什麼很多人沒有理財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借重專家 他的這樣講 你現在包含在台灣也一樣 到國外唸書的時候 我們以為唸的東西叫公私理財 股票怎麼計算 股票公債價格 什麼東西管理 都是叫公私理財 美國叫私人理財 我現在談的這本書叫私人理財 它是五個部分 也就是這是就算你念商學院學校也沒教的 也沒有教 雖然我同意 因為念了很多商學院 結果你去問老師 老師自己沒理財 對 沒錯沒錯 做財務的老師沒理財 對對對 所以你如果去包括你設置去看這個 楊映超他不是在天下文外寫了一本書 也不錯嗎 他是分析師 可是他不是財務規劃師 分析師不會不去碰保險 也不去碰稅務 所以分析師是集中在投資的一個領域裡頭的細項 分析師還不是基金經理人 分析師是分析某一個股票某一個產業 拉上去資金怎麼調度 風險怎麼控管 那分析師還不去管那個部分 所以你看分析師裡頭距離全方位理財 他還懂得五大財務規劃中的一個環節的一個部分 這樣清楚了嗎 一個人要學會的五個環節 到底是什麼 就是保險規劃啦 還有稅務規劃 投資規劃 退休規劃 跟遺產規劃 事實上 我看了這本書 我的感想就是 你這五個你都要懂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個 就是 其實都是不可以分開的東西 但是也不要偏重於其中一個 那很多人就是比如說 我今天其實不太想聊保險 就是我有理財 台灣人都會回答你說 有有我都有買保險 他就覺得這已經寒闊了一切 其實這是不對的 其實我知道缺油上老師來很多人喜歡 因為他曾經出過一本厚厚的台積電的書 然後講這個護國神山 我知道大家其實是想要聽他講台積電 而且我聽過他講台積電 也是最精彩 他跟我說可是我這本書呢 沒有講台積電 你為什麼要叫我講台積電 不好意思你有講 我找到了 我跟你講 認真讀書的人是有好處 你第32頁寫說 蘋果台積電跟波音 對不對 回購自家公司股票 恰當比例是考驗 你看你有寫到台積電 對 好 你這個用功 果然用功 我最怕你們這種台大學霸型的 這個找重點真是厲害 因為台積電現在跌到460幾 我都知道我們的聽眾可能 沒有460幾 我剛才在外面一直在等 要買460幾 470幾了吧 你先看一下 差不多六十幾跟七十幾 今天早上有460幾好嗎 對但是沒有了 馬上拉上去 是的 我等一下幫你查 但是我知道 各位 這是我們昨天得到的一個秘密 全球賽老師自己萌補台積電 當然不是叫你買台積電 像我個人 我有台積電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0050裡面 也可以啊也很好 因為我不是一個積極選個股的人 不管這個股有多好 可是來你告訴我們 我覺得你昨天有跟我講的 那段台積電理論 我覺得超精彩 已經到達信仰的階層 而我們的聽眾 我相信 大概有一半的人很關心台積電 這樣子講 我今天要再想一個題目 就是你不要只聽我怎麼說 你要看我怎麼做 473塊現在 好吧 我剛剛在外面想下46集 放了幾個46集 來你上節目之前 先放個46集 根本都沒買到 你放太少了 那個今天最低是463 沒錯吧 不過一天不重要 對不對 但是我要這樣講 因為也難得這個節目 剛好是在一個關鍵 因為下午他就有法說會了 所以大家在等 原來是下午有法說會 對對對 大家在等 搞不好一個就是崩又打下來 那我 你趕快講 我現在幫你觀察 不要打了 關了我們專心講 我們專心那個 幸福好時光好 現在大家喜耳恭廷 那個缺右上老師要來講 他為什麼最近在蒙麥台起點 不因為我剛才講 你如果沒有投資哲學 你就不會有信仰 對 你沒有信仰你就不會有策略 我喜歡你這套理論 那你沒有策略呢 你就不知道你往下做的時候 你風吹草動都怕 我們看了沒有 前幾天上一個電視節目 我說台積電跌到今天430幾塊 我說只能說明一件事 那主持人說那說明什麼 我說說明你祖上積德 財神也都已經離開了 財神也要不是碰到俄烏戰爭 可以自調好 台積電影那時候688 可能就往700800走 那首先你要去了解台積 一般人都是只注重股票的價格 價格多少搞得清清楚楚 沒看到價值 對不對 這跟巴菲特講的是一樣 你要注重它的價值 價格有沒有 期待它第二天上漲你是愚蠢的 對對對 你價格崩來東去的嘛 你要看的是它價值 我舉一個例子 你剛才講的那個書上這個回購 因為要考驗一個CEO 就是公司的執行長 我念這個大家沒有人聽懂了 對 為什麼回購要恰當比利是考驗 對 你那個東西 因為資本在你手上 你要運用有五大考驗 很多新的公司的執行長 你不要以為換執行長就是好事 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災難 這個菜鳥執行長巴菲特跟這個 他的查理門口就講說 我們公司最強的就兩項事情 第一個呢就是資本配置 就資金裡頭我怎麼讓它走 它大概有五個方向 就是給大家鼓勵 大家以為鼓勵高就好現象 鼓勵高通常就代表 這個公司的發展動力已經成熟了 要再賺很多錢也沒有了 乾脆賺的錢就發給你 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鼓勵高就是考工資 不是那你是收益 就是表示他的未來沒展望 所以錢趕快發給你啊 對 宏基的施政榮老闆就當時講 他說我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早期 宏基賺了很多錢 太早發的鼓勵發給大家太多了 等要轉型的時候才發現我沒有錢 所以麻煩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鼓勵發很多就好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所謂的擴大產能 你不要以為擴大產能也是高學問 台灣的股票有一個叫陳鴻 是拿過股後的 我印鑲是說不是股王是股後 蘋果給他下單那時候觸控技術 這個弄一個弄掉 馬上去擴大產能 等著蘋果第二年的大單 結果蘋果第二年抽單 這個技術他根本沒有確定一定要 哇那個廠房一百多億 陳鴻弄掉了 所以你不要 就這樣裂損失 可能是裂損失的 大概內棒把陳鴻打得七雲八素 所以對未來的投資過大也是錯的 所以待會我們就來聊台積電 為什麼這方面我們沒有隱憂 第三個就叫回購公司的股票 就你把公司股票買回來當然好處 因為本來是一百個股東 現在買回來變九十個股東賺一樣的錢 九十個股東分 大家都更高興 所以隱憂會跳上來 所以隱憂會跳上來 所以回購公司的股票 可是他也是毒藥 你買太多的時候就像波音 波音在新冠肺炎之前 董事長總經理為了刺激的隱憂 讓大家看起來好看 買了很多 結果買過頭了 結果新冠肺炎來的時候 現金的那個油庫的 預備存量不夠 就像我們很多人做股票 用融資或資金控管不當 這個都要來做一點點類似的比例 他差點倒掉 他倒掉全世界完蛋 他跌幅高達79% 那個時候是跌很重 像美國政府要求紓困 政府要割他的肉 他說不行 那我自己去找錢 我的意思就像現在今天 很多人的資金控管 怎麼子彈打光了 用融資被斷頭了 這個地方就像你資金的控管不當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 資金控管是一個 不是幹過執行長 而且資深執行長沒有的經驗 這是第三個股票回購 第四個我們叫研發 研發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研發也不容易 像輝瑞藥廠 Microsoft 輝瑞藥廠一年的研發費用 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國防預算 一年 一家公司 將近100億美金 就要嗎 而且有10年沒有拿到 新藥 而且輝瑞曾經有10年 就這樣投入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特性 然後第五個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 回購 我剛才還有一個什麼去 發放鼓勵 對不對 這個回購擴大產能研發 還有一個併購 併購 併購也不要小看 這很真厲害都在他腦袋裡 明基 明基當時就吃德國西門子 那個併購 就有一點太大 不了解 結果後來很慘 很慘 小吃大 不只是小 那企業文化也不對 是的 還有國家的這個 對這個金控制度也都不一樣 對 退休制度也不同 你就已經搞死了 要叫阿兜給你做事 你要找阿兜管阿兜 你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台積電在這方面 很多菜鳥都 你不要看 包括Intel 我們舉Intel來講 Intel換了曾經有一個是 應該那個叫是 Mark 還是那個 那個執行長 就是行銷上來的 因為本來Intel是一個 技術性導向的公司 那請了這個行銷的 那兩年裡頭來回徘徊 最後一把這個 那兩年的策略 時間浪費有多少 那台積電 我昨天在講 神來之筆 昨天台積電 你看在28奈米 它把聯電甩開 是在28奈米 而且擴大慘了 而且是在2009年 2009年裡頭 你跟我講的這段很精彩 台灣的散戶需要知道 為什麼台積電跟聯電 兩個後來會差距這麼遠 一方面企業文化 二方面就是 台積電幾乎每一個步驟 像跳Tango 不能說他沒有錯 十個裡頭他對七個八個 尤其在擴大產能的時候 像2008年 大家都不敢的時候 那時候他本來的擴大 支出是27億美金 假如沒有記錯 那張周某回任的時候 馬上調到59 這一條引起很大的驚慌 兩個獨立董事是反對的 但是張周某認為 美國人反對 對有兩個獨立 花太多錢 他怕你萬一判斷錯誤 台積電就受傷了 那他是站在 踩煞車的角度 那張周某是 踩油門 最後呢 張周某說我是董事長 你要考慮到我是董事長 你必須遵守 好那為什麼要講這一段 如果不是那個28奈米 結果呢 台積電的 別人要在標高聯電 一追上來 台積電就降價 或者新製程 就變成是plus 又修正版 搞得聯電說 我爬過了一個山頭 總以為是可以看到台積電的 沒想到他又搞了一個山頭 我又的爬一個山頭 連爬三個呢 他又降價 我的產能也沒他多 那因為我產能比你多嘛 所以很多人都擔心 三星什麼三奈米來超車 我告訴你 就算三奈米 給他先跑贏好了 韓國的日報就講 我們的客戶在哪裡 接下來我要問你 你的產能在哪裡 台積電這一次的一千億 是神來之比 當時28奈米 包括了這二大奈米 有那麼大的產能 包括global function 要打他的時候都很慘 好這個台積電下午法書會嗎 剛剛講的一千億 台積電的一千億怎麼回事 可能大家沒有搞得 很清楚 也就是這一千億是美金啊 對 是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他們要開始花錢了 花錢擴廠啊 花錢增加產能啊 或增加他的 就是在他研發上更加進步 不只是開始了 已經進行了 大家沒有看到這個 所以我說很多人就是看到價格 沒有看到價值 我就跟他講一下 他花了這麼多錢 為什麼我說剛才那個CEO 都會上來都會犯那麼大的錯誤 那台積電會不會比較小 嗯 機率小很多 光這一點大家就應該值得來看 為什麼 沒有我觀察過那麼多公司 很少有CEO剛上台啊 可以用到一千億美金的支出 一千億美金大概是什麼概念啊 各位他在2009年的時候 五十九億的美金 那個時候已經是 那時候已經是 嚇得不得了 把二八奈米這個 都幾乎把對手給擊潰 五十九億 五十九就被反對了 現在是一千億 那五十九 沒有那個五十九 搞不好還被聯電或其他東西 Global Funtory最慘 就是說你技術領先的時候 人家一降價你都沒責 你現在產能夠 你隨便降一兩個場來降個價 就夠他們銷售了 夠他們這個吃不完都的時候 你看五十九就算六十億啊 將近擴大了快十五倍 這三年 好那我們來講 這個又不是今年啊 他其實在兩三年前 就兩年前就已經開始在做這樣的 那這兩年物價上漲多少 最少百分之十五二十吧 所以那個廠房值多少錢 光看這個就不得了 光看這個廠房你就知道有多少錢 結果他從六八八跌到四十三三 這幾年的投資就算沒有怎樣 他也增值了 對這個一千億的增值 現在在買 你沒有一千兩百億 都可能買不到設備時間 而且關鍵是時間 所以三星什麼三奈米 那個根本不必擔心 真的 就是給他超車一兩次 都不必擔心 為什麼 對方沒有產能 而且台積電是個服務業 沒錯 他是一個配套措施的服務業 客戶都深感滿意 因為他會跟客戶 其實他的政策就是跟客戶共融 而不是只賣晶片給你 對漂亮 你知道這句話可以引申出什麼 這個後面的部分是二十年前 張忠謀你看在兩千年的時候 張忠謀就很生氣 搞什麼鬼都還一直在忙著製造 台積電要轉型成客戶的服務型工 所以台積電說前十年我們是製造廠商 後十年我們要開始轉型 這個轉型不容易 所以他是轉型到以客戶 所以他的各個夥伴他們都叫做 像你剛才講的就是strategic 我是一個策略性聯盟 我不是有產能 然後賣你多少多少 不是這個產能的擬定 我要蓋場的速度 都是跟我的partner 他叫做我的合夥人一起研究 擬定出來的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 你如果都不了解這個後面 包括你剛才講的那句話 那句話就是楊艾莉在訪問 張忠謀的策略傳奇裡頭 就講了一段 所以你如果不去看20年前 那本書的整個的細節描述 你就不知道台積電 很多人包括我上了那個 好像先探雜誌吧 那個主編也提了 他說台積電很可惜 就是manufacture的名字 大家都還以為他是製造商 對它是名字叫manufacture 但事實上他已經轉成了 技術領先製造領先 跟客戶為服務導向 跟蘋果那樣的一個服務型的東西 這些如果你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台積電的價值 然後第二個我再補 剛才把那一段講完 剛才講那五大策略裡頭 新的菜鳥CEO沒有這個經驗 我怎麼一上來 我敢動用1000億 怕死人 1000億是要三兆 基本上不敢這樣做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是張忠謀手把手 就是手勾手 這樣帶出來的 光是劉德英跟魏哲嘉 你去看他們兩個的合作時間 超過18年 在變兩個合作之前 就已經15年以上 之間的關係 然後加上是張忠謀 這樣一批帶上來的 這種功夫 大概是我看過很少有一家公司 就是說CEO的 就執行長的培養 是這麼深層的 所以這個是大家都沒有看到 等於是說台積電 這一次CEO做的決定 叫老謀深算 那是張忠謀 三十幾年在德州儀器 然後再帶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 這一次的1000億擴長 我只能說是四個 老謀深算 神來之彼 我們今天不要一直集中在台積電 換個位置 等一下 你可以告訴我們 這些魏哲嘉這些新的領導階層 你昨天告訴我那個很精彩 你說現在470幾塊 電視的那些股市老師 就在那邊喊200喊300 你知道他們這些新的領導階層 自己買公司股票 買了多少張多少錢嗎 對對對 你看這個是新聞 這也不是我自己去找的 請大家注意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就是魏哲嘉吧 假如沒有記錯 買了236張 我不知道你現在聽眾裡頭 有沒有誰買236張的 沒有太貴 太貴236張 各位要不要猜它買在哪裡 所以還有人喊那個三字頭二字頭 我覺得我看可能他會 昨天他叫我猜的時候我猜在550 597塊600 而且他的副總 台積電的副總 其實已經是那個部門的總主管 所以台積電的副總 有時候出來是到別的公司當CEO的 他的副總其實就是那個部門的最主要的領導者 和立美應該是買了大概78張 然後他的副總 另外一副總應該是羅維人吧 買了82張 幾乎都在500多的高檔600多塊 甚至600多還有買的 我現在講的是3月份開始 那在之前買應該就有600 所以各位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東西 我認為我是這樣講 我是很誠懇的 如果我建議你先去把我去圖書館 把我那本書看 舉凡天下雜誌任何雜誌 你現在還有在賣啦 沒有上去台積電 到圖書館去借 叫賣好像叫你買書 沒關係無所有幫你講 或者站在成品書局看 如果有賺到錢 你再回去幫他買兩本 那本書大概500頁很難 站在成品書局看 沒有啦500沒有那麼多 好我簡單的講 台積電這次股災你不要浪費 你買0050也可以啦 我覺得也不錯啦 買0050也很好 因為幾乎有三分之一半了嘛 但是台積電你這次浪費 這次股災浪費掉 你會很可惜 好那我們現在 台積電講完了沒有 沒有我就最後一句 我認為一般小資主 如果你有夠信仰 台積電這次應該要讓你賺的金額 應該用百萬來起跳 中石戶應該用千萬起跳 你不相信你過一陣子來看 我講七奈米 幸福好時光 好剛剛講到了 其實0050裡面有很多台積電 你也不要去買個股 像我就不是一個個股的支持者 對我而言很麻煩 那麼你一定要學會 這本書是先決出版社的全方位理財的第一課 為什麼你一定要學會 ETF加資產配置 我們今天的主題 你看這次股災很多人就知道 嘻嘻嘻嘻 不管0050或台積電什麼 但是呢 ETF我們簡單來講 它是共同基金 普林還好跌不到兩成 共同基金 它是兩個混合 它的性質本質像共同基金 但它的交易是在證券 證券交易所交易 所以在叫做ETF 叫英文的話比較容易懂 它叫exchange trade funds 就是在證券所交易的共同基金 你說它有人面師生的特質 對它有兩種 你這樣解釋大家比較容易懂 人面師生 臉蛋像人身體像獅子 它就是說它是共同基金跟股票交易的混合 但它不是股票 它是共同基金 那為什麼用它呢 你買0050 就等於是台灣50大企業 台積電8萬個員工 中華電信統一企業 所以有經濟競爭力 不是股息最高的 因為股息不能判斷什麼 對嘛 台灣最強的競爭力一直在 因為為什麼 它不達到那個不再成長 它就會被踢掉 這50個裡頭 比如說宏達電 成長停滯了 它就被台灣0050踢掉 所以你買這個 就等於是買台灣經濟了 所以你不必擔心 這個不然你買美國的標普500 也可以 這個先確定 你先要有ETF 先不必去碰個別股票 你要碰個別股票也可以 先學會這一招 然後第二個就是加資產配置 資產配置就是現在大家發現 就是說你如果只有0050 你沒有防守 股票下來你也是會跌 所以最好就是你加上一些防守 那防守我們上次講過 就最好是跟你的年齡搭配 那你再來微調 比如說這個30歲的人 或40歲的人 你的公債持有 防守部位就40 50歲的人防守部位就50 那你這樣子就是一仗一跌 那這一年股債雙殺 股票公債都跌 但畢竟公債跌的幅度還是低 通常那個資產配置 我覺得台灣人大部分不會買公債 就是房地產 房地產不完全是那個 因為它股災來的時候 它跟股票也有一定的聯動度 但有時候它會上去 對啦它波動不大 大家的那個保守型資產 大部分都是房地產 只要是資產階級 現在就是房地產也可以算是一部分 像淡如我記得 不要記得我 我知道你的房地產就很有概念 對不對 所以你會把它當防守 對我把它當成 我一直跟 以前跟缺肉商剛認識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我不喜歡債券 我已經跟他說得很清楚 所以我的債券就是房地產 有些人你其實債券 你這是現金也算 現金也是一部分的防守 那你可以搭配 因為一般簡單 它好處 房地產有它的優點 那你要透過經紀人 那你債券現在 國內也有債券基金 就ETF 是 你可以買三年期的 一年期三年期 十年期的美國政府公債也可以 或公司公債 花一點時間 一個概念 資產配置的概念 就是讓你 你記住有攻擊有防守 你用現金也可以 有人用現金 現金的缺點是在什麼呢 就股災來的時候 通常現金不能發揮效益 它只能穩住 但這次因為股災雙殺 你不能永遠用一次的短期現象 來判斷下一次 不能因為這次股債雙殺 就整個否定債券 不過你手上的那個現金 我現在講的就是那個債 可以用保守性的資產代替 對 那如果你比如說 現在已經殺成那樣 你明明知道台積電可能跌到這樣 可是你沒有錢買 你以前也是算賣後 對不對 有點可惜 所以用這兩個來搭配 因為你還可以就產生復補 有些人如果上過我們的課 還有這些投資小白 我借這個講 我今年暑假有 大概最後一次 不是最後一次 有一堂投資小白 我是蠻建議大家能夠 去充分了解 因為你才會知道 知道這個為什麼會有原因 你要做資產配置 因為你如果不知道 光這樣講 你不會產生力量 不會產生信仰 我建議我有一本書 那本書也是絕版的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 我7月30號 倒是有一場 在台大的投資小白兩天的課程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把握 或者就直接看書 怎樣 要去Google缺右上嗎 對 你不如打我們的右上 財經學院也有 也有這個視頻的頻道 或者缺右上這個Google一下 那一般人像我 像我都是看書啦 多少看嘛 對不對 看一看就有概念 對 不因為你太快 你這種學霸型的 看書就夠了 看書就夠了 那我覺得 包括市面上也有幾個老師在講 綠角我看也在講 ET那個怪老子 包括我認識幾個 都可以來借重 還有一個99% 上次也跟我一起上你的節目 99% 就很早退休的 他現在也用資產配置 他說這個個股太累了 而且個股怎麼樣 他難以複製 難以教導 太難教了 我也是資產配置啊 就是我剛剛也講的很簡單 你用房地產 就是ETF 加房地產 那也還有現金 因為我還有公司嘛 對不對 你手上要有足夠的現金流啊 現金你這時候進來 你可以看這時候的現金多美麗啊 對不對 台積電才400多 我最後要講一個 我們還有幾分鐘 你繼續講沒關係 兩分鐘多 好 我跟各位講就是 好好利用這次股災啦 台積電我認為錯過了這一波 以後要再看到四字頭 恐怕不容易啦 很快搞不好會 我在猜啦 但我是做它再掉下來 還會掉到433 我也有433的準備啦 所以你留一個子彈 留一些子彈 真正的會買的人 也沒有覺得說 已經很低了 然後全部一股投入 這如果你會這樣買 你就不是理財專家啦 對不對 應該說你們也還是分批啊 一天幾張 一天幾張 分批分批 夭壽 你怎麼可以說這個啊 我只是給你看 跑那麼快 我在你進波音師之前 就想說買幾張再進來 免得他一失控 真的 我真的很建議 台積電你如果慢慢去聊 我今天這樣講 各位 藉這次股災 你先跑去了解一下台積電 這個公司 現在的本益比 是他還沒有當老大的時候 本益比差不多只有15 這麼少 雖然股價高 但本益比很低 對 他其實如果你再把他的盈語 考慮進去 他這一檔股票 真的是你錯過有點可惜 或者你就用0050 買單一個股 因為你買個股會緊張 我個人還是認為 你就買個0050 對對對 就是回到你剛才講的 你如果保守性 我可以跟你講 0056最近的股息 已經到哪裡了 到那個6.8%了 對不對 也就是說 6.8%了不起 像我們這種 就是對房地產比較有概念 就是你買了一個1000萬的房子 一年收租金68萬 你如果買一個1億的房子 有沒有人家這個豪宅 你不要羨慕 你有1億的0056的話 一年有人免費給你680萬 你難道不能養老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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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